我说啊 你是不是还在想那小婢婢的温暖的小婢啊 别静止 这些没用 来 你干嘛去啊 刚才来了个密室 自从进了高远的房间 就再没出来过 看看去 来 叔叔喝酒 来 来 啊 叔叔 先警告太尾大人 一切尽在掌握 简直给你立下大功 不过 人前有一笔富贵 可比便宜了那两个工匠呢 叔叔的那此事 接过这奸走关聡吗 几百艘大海求传 你那油水 可比你那点方舌强多了 叔叔不说 我差点忘了 原来叔叔是建造过战船的 这么大的阵势 即使梁山那点小破船能挡得住 造评废话 皇上论功行赏起来 你我叔侄二人 叔叔喝酒 来 事不理事 明天就把仇物品叫出来 我过目一下 如果货真假实 咱们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就说蜡烛引起意外 到那时 高台北也只能中咱们俩 来 请 大人 来 这边 请 这位 是太尉派来的密室 叶师傅 大人请 请坐 太尉拆遣下官来 查验海丘徒 好 这是怎么回事 这破房的弄力 让我出去给套了 这个怎么向太尉大人交代 叶师傅是朝廷的贵客 启明租在这么破的房子里 叔叔 不 不 叶师大人 这 这已经是附近最好的客栈了 我这就差人修补 啊 两位大人已经着急 这图加裁了上百年 早就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好 那麻烦叶师傅 再画上一幅 啊 嗯 只是 这图复吧 不缺不作 恐怕要 多长些日子 好 高太尉很快就到了 您就 多费点心 啊 这老婆死的 不简单 还留了一手 对 如果您我们不想 就算了 张晓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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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我亲爱听到的 你们这把冷戏狗费的东西 鸡木杀驴 他们越这样想 我就拼给他们斗到底 游户大人 你马上让侍卫 为夜市屋买一套上好的笔墨职业 是 还有 从现在开始 更得小心伺候这对父子 他们有什么要求 一两万多 是 若妻你及时告诉我 其实 我也不想对高求合作 只是我们父子俩 都被压为人质 我的儿子就这种一当官 所以 我就为难他 是这样 不用看 大海还在睡觉 谢谢 不 既然您都给我交了十点 那我也就打开天窗数量化 我就是水珠莲上面裤打扫 忘年他赌场的 是我账了 欣欣 这次奉金是真正的下山 就是笨的先生名义 给你看看 他 去看看 啊 去看看 哎 其实海秋冬并无旁滥 也不在投掷匣子里 那你没有带来 你住一门口那辆马车没有 是我从老家赶过来的 不止就在银版家藏里 你坐在这马车的位置 伸手握下锡锅 就能摸到你玩活动的版材 只要拔出一个钉 便可以整体地抽出来 哎呦 这个妙啊 天天都在高掌的眼睛的底下 放开 就是发现不明 还引起不了别人的重义 好 可是你刚才说 让我在图纸上动手脚 这不可犯难了 这图纸传到我手里 也要粘倒了 让我一通尽荡 那没问题 可要害在哪里 如果故意制造破绽 那我就不知晓了 嗯 有人进去吗 只有红掌柜都办去了 多长时间了 你就办个时辰了 这样你开心吧 人参与也确实讲究 我偷偷地把图带出去 请他们的要害处修改 愿于梁山打仗时刻破坏就行 然后你一样再画一张 交给高桥了事 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胡掌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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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个饭 怎么这么半天呢 啊 这不是叶师傅的老风师饭了吗 我这琢磨着上哪去给他找郎中啊 哎 我这是老毛病了 本来不想治 他马上要给高玉侯画图纸 不知的话 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啊 我这不争气的手 这怎么给高大人画图纸啊 这肯定得这儿 胡掌柜 你这头手帮忙写个最好的郎中的 好 我这就行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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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得不错 那明天 去看你的 要吧 哈哈哈